我只要我手里有的 我全给他就是当我的嫁妆 既然你赚钱是赚给男人用的 赚给男人花的 你为什么非得要人家必须有钱呢 怎么说呢 我觉得两个人得 首先得能聊得来吧 不是 不是 我问你 你觉得那些资产过亿的 你觉得他差你这三千五吗 不 这是我的诚意 他是不差我这点钱 就是任何有钱的 就是觉得他不差 但是他依然会很开心很感动 你这个就用小钱换大钱吗 你怎么说呢 真心 我觉得是真心 真心 那还有什么 照顾双方的父母 照顾孩子 把家里给他打理好 我做他坚强的后盾 让他可以去打平 因为你家里的父母年龄也大了 不是你不要请房谱的吗 也不需要你打理 是 但是收拾家务和做饭不用我 但是那我是不是得 还有孩子什么 其他没有了 除了收拾家务跟做饭 其他也没其他事呢 家里面 没过上日 过上日的事也比 家里家 不是有啥事啊 有啥事啊 就保姆就去了 那如果一个家 就需要一个保姆 打扫卫生做饭的话 那就不需要娶老婆了 找个保姆就行了 对不 那不说明保姆和老婆 这是两种角色 说明一个问题 说明你还没有保姆有架子 你欺骗 那你嫁过去 饭也不会做 家务也不打扫 脾气还不好 肚子急了还咬人呢 对不对 就是我偶尔肯定是会 发点小脾气啊什么的 但是我大是大非面前 我不会计较的 谢谢当时 男的家暴你计不计较 家暴 这是太严重了 家暴我不可能原谅他 女的先动手 然后女的最后发现打不挂 我打他 我能使多大劲 问你打老婆能打多重 自己的老婆谁舍得打重啊 我经常看一些视频 那踢啊打啊 那我也经常刷到什么 这个沙丝 就是长冰箱里面了 这些案子 那我告诉你 这种好多都是男的出 你别说什么好多 那好多女的生的孩子 这不是男的亲生的呢 反正我觉得吧 还是男人比较 较坏 还是男的犯错的 我问你 你老婆这俩人我发不好 犯错的 我跟你讲 网上认识的一个朋友 他这个他结婚16年 四个小孩都不是亲生的 他还关注我的 我给他过关了 那你说 那这是个别现象 个别 我跟你说是个别 我一抓一大把 你连老师怎么个别 我还是觉得 如果男女这个问题 就是犯错的这个问题 绝对百分之百 是男的高于女的 你不要百分之百 你就看 而且还有一点 而且还有一点 都是女的都是亲生的 男的都不 很多都不是 你觉得这肯定是公平吗 不公平 对啊 这个肯定是不公平 对啊 那你凭什么觉得男孩子要坏呢 那那么多家庭 你想一下嘛 那么多家庭 妈妈是亲妈妈 这个外婆是亲外婆 爸爸都搞不清楚 有很多女的 很多女的自己生的小孩 自己孩子亲生 父亲是谁 他自己都搞不清楚 很多可能啊 这个孩子生下来受罪 知道吗 连个人负责的都没有 但是我看还有的人 就知道自己的 另一半 怀的是别人的孩子 照样养的 照样愿意娶的 有 你说这样的是不是也有 他愿意 有的男的就愿意 那有些人他钱抓 他钱多找不到 是不是也有 而且这种不在少数 你看你现在又不在少数 这种才叫客业 你问直播间那么多 直播间几千个男的 有没有 有没有 直播间五千个男的 谁愿意免费给别人养孩子 就算女的出 也是因为男的有问题才出 如果这个男的 特别爱他 还能赚钱 又赚钱 又帅 又多金 又爱他 对不对 又优秀 能赚钱 多金 爱他 那这女的肯定不出 然后再加上这男的肯定是 身体也非常强壮 他肯定就不会出 所以说 那男的 那你要这么讲 那男的这个家暴女的 也不是男的问题 刚这个男的打你 也是 但打我不好使 但打我不好使 这个双标呢 凭什么打你就不好使 你现在觉得女的 这个背叛男的 你觉得是男的 错 男的 他打女的 那我只能跟你讲 那也不是男的 错 所以他忍不住了 有点素质的男的 不会动手打女的 有那实在有错 接受不了就别过了 有点素质的女的 他都不会背叛她的老公 他都不会去生别人的孩子 但是我觉得 有素质的 有教养的男人 无论什么事 他都不能动手打女的 女人是多么的 女人是弱势群体 知道吗 弱势群体 唉